欢迎大家来的频道,我是Steven 大家好,我是Diam 大家好,我是阿焦妈 今天我们又再次带大家来到香港的蓝丫岛 为什么会是再次来的? 因为我们去年来过这里介绍蓝丫雪这个艺术展 这次我们会带大家走一条风景移人很适合一家大小的家乐境 我们会和一班小朋友由南丫岛的索古湾走去荣树湾 全程大概走7公里 你们大家还可以看到我爸爸拍的航拍片 我们一起出发 谢谢大家 我们在3月份的其中一个星期日 约了一班小朋友由中环搭船去到南丫岛的索古湾 吃完brunch之后 我们经由天后宫和葱美走过去神丰洞 接着我们去南丫岛加乐境南 和5-8岁的小朋友一起走这条家乐境 就预计要走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然后一班旗很漂亮 也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设施 例如南丫岛的鱼排 还有索古湾的水泥厂 和南丫电力厂 大家可以在南丫岛的观景台 注足欣赏美丽的海景 我们之后走到洪盛椰湾 最后以荣树湾为我们的终点 我们今天来到南丫岛 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 很开心 稍后我们会在南丫岛的索古湾 走去荣树 有很大的海鲜餐 南丫岛会吃海鲜 但我们刚才是吃茶餐厅的 哈哈哈哈 这个壁画得很漂亮 画的是什么 没有丝 还有爬龙舟 我游去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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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到天口宫 记住进去里面 看看一条很大的地震鱼 有 因为相传地震的时候 那条在深海的鱼 才会上来的 这里才是南丫岛家乐径 索古湾段的起点 南丫岛的索古湾 原来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早期的居民 大部分都以捕鱼为生 当时只有几艘小渔船 昔日 渔民就用很长的绳 把小艇绑住沙滩两边 小艇将鱼群赶到一边 到鱼网那里 渔民一索性 就可以捕到一大群鱼 原来以前的鱼网 又叫做古 因为这里有很多渔民 索网捕鱼 所以后来这里 就被改名为索古湾 现在年轻的居民 已经去了市区做事 只剩很少人捕鱼 我们在天后宫 走了10分钟左右 就来到神风洞出面的海滩 这里的海水非常清淨 水清见底 经过一个小小沙滩 小朋友又忍不住要去玩玩 行山的同时 沿途的景物都可以引发小朋友的好奇心 由神风洞行上山大概15分钟 大家可以見到這個可以欣賞到很美風景的觀景亭 前面見到這個就是索古灣的水泥廠 水泥廠已經停工多年,現在就做了貨倉 全段南亞島家樂徑都是水泥路 是一條可以推BB車的行山景 大家看到對面的三支煙鐘 就知道我們現在看到南亞發電廠 已經一半了,很快 我們現在來到南亞島的觀景亭 在這個南亞島的觀景亭可以看到很美的風景 大家不妨留下來休息一下 走到這裡代表我們已經走超過一半的路程 走到沙灘玩,我們不想在這裡撿那些石仔 好,我們離開這裡了,我們繼續下去沙灘玩 你手指指一下,你再指指在哪裡 我們現在要下紅聖爺灣 南亞發電廠是由香港電燈擁有的 在1982年開始就為香港島 好,鴨利洲和南亞島提供電力 它現在是香港第二大的發電廠 離開了南亞島觀景台之後 基本上走的路都是下山的路 來的了 你看看你的帽子就知道 看這個 可以不學那樣的 很慣的,現在要上什麼 往綠洲 往綠洲灣 我們不是的,我們現在要下紅聖爺灣 下面 去榕樹灣 剛才我們走上山的路都沒有大樹遮蔭 幸好由觀景亭下山的路 就有些大樹遮蔭 哇,看到沙灘 哇,真的到了 好了,可以玩陣了 唉,十五分鐘來到 十分鐘 在觀景亭走下山 大概十五分鐘 我們就走到紅聖爺灣 在香港的離島行山 大家經常都會被大海包圍著 紅聖爺灣 是香港政府康民處其中一個管轄的沙灘 這裡水清沙油 而且水質長期都是屬於一級品質的 那邊有更衣室 有廁所 有得沖身的 這些小朋友現在就在這裏穿蟹了 我們要準備出發 回去榕樹灣那邊搭船走了 是否在這裏買魚蛋 這裏有魚蛋賣 燒賣12元至18元不等 有沙灘褲 豆腐花賣 另外這裏有一間阿婆豆腐花 應該是很出名的 阿婆豆腐花 看路不要走到旁邊那裏 你這裏可以上去大風車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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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記得嗎 這裏就是阿婆豆腐花了 這裏就是阿婆豆腐花了 因為要趕四點鐘那班船 現在三點四 那我們今天就不吃豆腐花了 下次再吃吧 我們繼續向碼頭那邊 即行即行 橫廊村 我們回到這個熊樹木馬炒 熊樹木馬炒 我們這裏是哪裏 我們現在來的熊熊樹木 這裏就是馬炒 熊樹木馬炒 很遠 這裏是三點三十七分 這裏是一間巴哩 我們都在這裏住過的 這裏就是南蛙道的圖書館 就是圖書館 有一個圖書館 很小小的圖書館 我們的南蛙道半天 又差不多完結了 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都很開心 看著海 剛剛已經入閘了 醫情船回到中環 要25.9了 馬頭好像裝修過 好像有點不同了 下次見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讚好這條短片 留言給我們一些意見 期待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下的小鈴鐺 還可以分享這條短片給你的朋友 拜拜